這個醫生很誠實的告訴這個年輕人說 雖然很殘酷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 你應該沒有幾場比賽可以再打 所以這個年輕人聽到他突然 嚇到 他說 你告訴我這些 我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我以為 我還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接受智能 但是我告訴這個年輕人說 像你這個二十幾歲的年紀 要嘛就是還在讀書 要嘛就是很有活力的 在戶外 在街上 跟你的朋友 一起享受這個年輕的人生 結果你這幾年 卻是活在醫院裡面 所以這個醫生就告訴這個年輕人說 那你去把你人生覺得重要的事情都做了做 然後再看看這個治療還能夠做些什麼 於是這個年輕人就 很沮喪的離開了醫院 過了幾個月 這個年輕人突然跑來醫院找醫生 這個醫生又想說 你是不是又有哪裡地方 又有出問題了 需要來治療 但是我真的想不出有什麼方法可以再幫你 但是這個年輕人指著他臉上原本很腫的那個腫瘤 我告訴他說 醫生醫生你看 我這個臉上的腫瘤都消了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消了 他說 他本來也不存任何的希望 最後他的同學帶他去教會 他在人生最絕望的時候 他跟神祷告 他說一開始這個腫瘤也沒有消 越長越大 可是他就不斷的禱告 因為他沒有別的方法 後來這個腫瘤居然很奇妙的就消了 然後這個人就信了耶穌 他說我的身體得到醫治 我的心也得到幫助 然後他就跟這個醫生講說 你把我這個故事拿去告訴其他的 希望他們也可以得幫助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這個病人到現在 他還在繼續追蹤 而他也心靈上面信了耶穌得到幫助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個故事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因為我就是這個年輕人的醫生 我不但是一個神經科的醫師 我也是一個腫瘤科的醫師 面對許多這樣子的病人 其實人總是有他的極限 但是神有他奇妙的醫治 在這個年輕人身上 就在他最需要的時候 他就得幫助信了耶穌 每一個人的生活 有快樂的事 也有難過的事 有輕鬆的時候 就像我們現在在公園裡面 休息 玩 逛街一樣 但是也有煩惱很沉重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的工作學業有順利 但是有時候我們的業績成績 也不如人意 就像今天的天氣一樣 有時候陽光普照 有時候又是烏雲遮點 親人好友可能會有離別的時候 災害困難也有可能會離到我們 在教會每一個弟兄 其實我們都和大家 在公園的每一位一樣 我們都會遇到這些事情 只是我們在人生 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遇到這些困難的時候 我們剛好遇到了耶穌 或許這就是我們常講的 因緣或者是人份吧 每個人都有他的理念 有人認為這個世界上有神 有人認為沒有神 但是人生難免會遇到困難 或不平安的事 有些時候是我們可以處理的 但是有些時候 卻也是超越我們能力損職 當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只要我們願意 我們記得 有一位耶穌會幫助我們 耶穌會在我們的心裡面 鼓勵安慰我們 還會在我們的環境中 來幫助我們 我們每一天早上都在 中坡公園的斜對面 彰化銀行二樓 我們在禮靈教會那邊做禮拜 其實我們就是來認識神 求神幫助 因為神的兒子耶穌 他看見也明白人生的苦難 所以他願意 死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來獻祭 讓我們可以直接來到神的面前 求神的幫助 以前我也不覺得人生需要神 因為凡事只要努力 因為凡事只要努力 靠自己 許多困難都可以解決 但是隨著慢慢的長大 漸漸經歷許多事情 越來越覺得 人還有自己真的是需要神 以前當學生的時候 只要面對課業的壓力 不用擔心生活的負擔 當人家的子女 也不用去擔心這些 每一天經濟的重擔 但是經歷了自己 就是我的父母生病過世 即使自己當了醫生 都知道自己能做得很有限 當自己有了孩子 還要開始考慮 這個社會經濟不景氣 未來變化有許多的不確定 還有要維持養活一家裡的重擔 說到這裡 我們不禁要去想 人長大 慢慢我們會發現 越重大的事情 越無法自己做決定 也就是說我們能夠決定的 其實都是一些小事 可以決定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下次休假要去哪裡玩 要買什麼衣服 要找什麼工作 這些都是我們 或許都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但是這些都是小事 面對經濟的不景氣 食衣住行 變得越來越困難 但是 或許我們努力 我們還是可以想辦法克服 但是面對人生的重大的事情 生老必死 往往就是超過我們能力所能及 所以當面對這些 越重大 我們越不能決定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靠自己 真的是會覺得束手而策 但是如果我們願意 我們相信有一個時 它就會幫助你 今天我們聽到 有姐妹人生經驗的分享 剛剛我也幫一位病人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們可以坐在這邊 聽到這些分享 這就是你我的緣分 這也是各位與神的緣分 不管大家聽完的想法如何 不管你是否要在這個分享上面 按一個讚 但是當您遇到困難的時候 請記得這些真實發生在 我們弟兄姊妹身上的故事 也記得有一位神 當你需要的時候 你願意來求祂幫助你的時候 祂就會幫助你 就像我們都曾經受過 耶穌的幫助一樣 在這個時候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禱告 不管您聽完有什麼想法 但是我想每個人都希望平安 都希望祝福 不管各位認不認識這位耶穌 讓我在這個地方 一起來為各位來祝福 在這個不平安的世界 不平安的時代 我們仍舊可以有平安 在我們的心裡面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我們可以一起來禱告 來為大家做 親愛的天父 我們再次謝謝你 今天給我們一個這樣子的機會 雖然看起來要下雨 但是你讓我們有一個很涼爽的天氣 我們可以在這邊聽到許多人生的分享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在生命當中 都有大大小小的困難 有些是我們可以處理的 有些是超過我們能力所值的 不管怎麼樣 我求你今天 當我們在這邊的鄉親朋友 他們聽到這樣子的分享 他們知道人生如果願意 有一位耶穌可以幫助他們 求你在他們的心裡面 來保護他們 你也祝福這些鄉親朋友 還有他們的家人 祝福他們的身體健康 祝福他們的工作學業順利 祝福他們的孩子 能夠十分的在課業上面 十分的順利 祝福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天生活 職衣住行 我們都沒有缺乏 也讓我們每一天出入 都能夠平安 我們再次謝謝您 今天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給我們這樣的緣分 我們可以一起來分享 我們這樣子祷告 信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阿們 謝謝大家